一花一世界,一月一菩提,点赞加订阅,祝您福寿长。 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,决定打拼出一片宽广的天地,可是命运似乎在跟他作对,让他接二连三地受到挫折打击。 看着自己的血汗一次又一次付诸东流,他都快崩溃了,偶然一天,他见到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志禅师,于是忙不迭地向他请教,大师,我一心想有所成就,可不知为何总是遭遇挫败,我就快无法承受了,请您告诉我,怎样才能成功呢? 大志禅师想了想,便从桌上拿起一粒花生递到他的手中,你现在就是这粒花生,你的手就相当于命运。 青年听了,大惑不解地望着大志禅师,只听大志禅师接着说道,请你使劲捏一捏它。 青年使劲一捏,花生咳碎掉了,露出了里面红红的花生人。 你再使劲而揉揉揉它,大志禅师又吩咐道,青年照做了,结果,花生人的红皮被它碾掉了,露出了里面白白的果实。 现在,请你再捏一捏它,或者揉一揉它。 大志禅师再次说道,这回,无论青年怎么用力地捏或揉,都无法再毁坏那粒白色的种子了。 看见了吗? 旅遭挫折,内心却依然坚强,最终命运也无法再把你怎样。 到那时,你还会不成功吗? 大志禅师微笑着点话道,青年默然醒悟了。 上天之所以还安排苦难给你,是因为你还有弱点,而它们正是你成功的绊脚石。 冷静乐观地面对种种挫折,借此克服自身的种种缺憾,成功才最终会对你招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